记得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宜兰的头城市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条街上 其实是头城市区的居民 平常最常会来采买的地方 沿路上有好几滩的水果滩 猪肉滩以及蔬菜滩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目前呢这个雨是趋缓 但是还是不断的有阵风的发生 而民众呢也是趁着现在没有下大雨的情况 赶紧是出门采买 而我们在蔬菜滩水果滩里面 也看到了不少民众正在这边挑选选购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民众呢 是买了非常多的青菜 想要请教老板说 不好意思老板 想要请教您说这个人潮啊 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多的呢 从昨天上午开始之后 很多人都陆续去出来买菜了 对 那今天的人潮算多吗 有 今天没有下雨的时候 人潮也蛮多的 那目前的菜价的来看的话 菜价有因为台风天来而菜价上涨吗 有稍微涨一些些啦 但是没有涨得很夸张 对 大概涨一两成左右吧 所以大概涨可能五块钱十块 对 大概涨五块左右 那在台风过后 会不会有可能这个菜价又变贵 有可能说产地那边下雨下太大的话 那个价格可能会再上去一点 OK 老板谢谢 我们可以听到老板表示呢 其实从昨天的时候呢 这个人潮就是已经变多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陆陆续续呢 也有不少的民众来到现场采买 就是担心说呢 因为今天放台风价的关系 如果呢 晚上的时候呢 风势雨是更加强劲的时候 会没有办法来出门 因此趁现在没有雨的时候 赶快出门来采购